欢迎来到《战杀大国民》 我是郑凯云 今天要持续来看高教的灭顶危机 我们告诉大家 虎年的高教105大县 也号称是少子化的淹水县 现在水才刚来而已 但是很多学生已经感受到威胁了 很多招生根本还开始拉紧爆 招生根注册率没有办法满 而且现在除了私立大学之外 国立大学也出现了招生术挂临 这样子的现象 这在过去是看不到的 透露出什么样的警讯呢 而后段班的私立学校 现在要经营非常困难 出现了怪现象 包括了上发红包啦 买人头还有保证毕业等等 这对整个台湾的高教 又带来多大的威胁跟影响 请到来宾台大的薛成泰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世新大学前校长赖鼎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有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校长施光训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施校长比较特别 也是在今天我们要谈到的 私立学校转型当中 比较特殊的例子 原本是新国管理学院 当时已经不能招生了 对不对 被停招 被停招 好 后来怎么样起死回生的 这个转型的过程 待会告诉大家 另外远见的记者李亚竹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亚竹 好 我们先来看教育部所公布的 104学年度各大专院校的注册率 这数字真的是惨兮兮耶 那么在当中有67个学系 注册率不到三成 当中有两个学系是国立大学 那么另外有四个学系 注册率是挂零的 根本没有人来注册 就是这边为大家列出来 比较让人惊讶 你看第一个 国立高雄海洋科大的微电子工程系 就连国立大学也是如此了 另外还有这三个学系 中州科大的电子工程系 还有台北海洋科技学院 数位游戏跟动画设计科 另外则是海洋休闲观光科 在当中国立学校也受到冲击 而且是挂零的 让人觉得 现在不只是私立大学有威胁 国立大学也感受到威胁 是 我想今天我们在讨论的 这个高雕的灭顶 这个顶恐怕还包含顶尖大学 那么这个整个的趋势 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讲就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当然就是市场 这个市场主要就是因为台湾 台湾有 其实我们省的少指化的过程 是有60年 但是最近这些年来 特别是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大学生 这一批人 这一批人现在是 生育量大概就是31万左右的 但是未来这几年 尤其是明年碰到虎年 那么他当年的生育量是26万多 就足足差了5万多 那么2000年之后 那么更是一路下滑 那么现在是在20万的水准 所以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 我们都知道要进入大学要18岁 换言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候 就知道未来17年的大学生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已经出生了 所以在当年在大学的扩张的时候 我就已经提出了警讯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学生已经生出来了 可以扩张 但是你要按照人口的趋势 来做一个调配 那么很可惜 这个时间已经错过了 我们扩张速度确实是快了一些 尤其是民国90年到95年的扩张 我常称为这段时间的扩张 叫做白幕 为什么呢 白幕扩张 白幕啊 真是白幕 因为那一段时间 学生人口数已经是下降了 而且我们的升学率也突破50%了 其实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扩张 还好到95年因为有招生不足 所以交易部基本上是已经开始管控了 到了95年 那么现在这些最近这10年来的继续的爬升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学龄能口数的持续的下降 那么这个趋势很明显的会影响到整体的大学 这是一个市场问题 第二个就是竞争的问题 竞争的问题就是 今天即便台湾有在进步 但是只要其他的地方 尤其是对岸 进步得更快 那么我们的竞争力就会受损 我想一个是一个市场 一个是竞争 所以我们竞争力如果没有再提升 那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 那真是雪上加壮 好 我们来看这四个学系当中 如果光以他们的系名来看的话 刚提到的竞争力好像看起来还不错 到底当中出了什么问题呢 上亚筑当中有几个是电子工程系的 另外这个数位游戏跟动画设计科 好像听起来未来也还有市场 但是他们就是招不到人 对 其实是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高教在设置热门科系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的倾斜的 像之前的话 可能就是餐饮类的学系 就是大家很红 很多人想去念 所以很多学校可能因为就是成本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 所以很多学校就设置了这样子的科系 可是在就业市场的话 没有办法去满足这样子的容量的话 等于是学生毕业之后 没有办法得到相应的工作 所以就会让这样子 餐饮观光类的学系 教育部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定定说 就是必须要冻结他们的名额才行 所以等于是学校们 在设置这个科系的时候 也是必须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的科系是可以符合 就业市场的条件 赖校长你在当中看到了 什么样的警讯 有这么多居然是挂零的 而且包括国立大学 我觉得可能刚刚雅筑讲的是正确 就是说大家抢着要设这些科系 可是你又没办法 这么短的期间把它办成很有特色 因为你要招生的话 一定有特色 因为台湾很多私校 其实倒就是特色为王 刚刚薛教授说灭顶 包括顶尖大学也是如此 包括台大 在学士班54个学系当中 只有10个系是完全招生满的 其他都没有全额来报到 包括了像比较热门的 牙医系 法律系 财经系 跟电机系等等 都还有缺额 那么薛教授你怎么看 为什么今年台大 过去大家几招进台大 今年好多没有办法招得满 台大号称是国内的大学的龙头 所以在内部的竞争 它当然是占了优势 但是今年呈现出这个现象来 那我们就看到 台大的优势怎么会不见了 所以这个不见的 看来已经不是内部的竞争了 而是外部的竞争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这整个高教的发展的趋势 第二件因素就是竞争 这个竞争当 尤其我们特别提到的 大国的崛起 他们在这方面的条件 这个招生的条件诱因 对于师资提供的薪资水平 都恐怕要超过台湾的水平的时候 这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警训 再加上我们在内部 我们的训练 当然台大的训练 我是台大的老师 应该还有点信心 不过我们只看这个趋势 当我们进步的比别人少 那就是危机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在两三年 连续两三年有这个现象的话 那恐怕不只是人家进步的更快 恐怕我们自己 是不是不是进步而是退步 那大学的设科系也是如此 一下增加那么多大学科系 一下子增加了科系的种类 又是那么一致性 所以这个本身缺少那种宏观的调配 跟未来趋势的这样的规划 的掌握 当然是会在未来引发危机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现在教育部真的该管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大学有造成危机 他才提出来做评鉴 教育部不要再去评鉴那些大学了 那你真的是老学 有危机的让他主动提出来 那么教育部来做评鉴 认为他有足够的特色 那么就应该辅导他继续发展 如果他没有特色 就应该让市场把它淘汰掉 这样的话才是做一个转型 而且会比较smooth 就是会比较不会那么的突然 让他慢慢的 由这个市场跟竞争 这两个因素来决定 好 教授点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台大为什么有这么多戏招不满人 其实包括了注册组长 他提出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选校不选戏 另一个就是国际抢人才 因为国际抢人 让很多台湾比较优秀的学生 早就被国外给看中了 而且被请到他们学校去念 上校长您所知道的状况 国际如何抢台湾的人才 我想国际的学校 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弹性比较大 而且积极度比较高 对于好学生的一个观念 跟国内不太一样 我们在国外进修的时候 好的学生不要缴学费 有package 然后有很多老师来帮忙辅导 台湾就是用分数表 来看你是不是好学生 所以其实像我最近 我们为了要签一个叫希望联盟 我们跟北一女签了一个希望联盟 希望他们推荐一些 稍微弱势的学生 让我们来帮忙 北一女校长很难约 因为她常常到新加坡 到香港去看学校 这些学校积极到 来台湾邀请我们的一流高中校长 校长直接到他们学校去看 去参访 然后去了解他们的package 他们的program 主持人你就可以想 对学生来讲 那是多大的吸引力 对 你是一个18岁的小孩 我给你一个package 来这边住宿 来这边求学4年 给你很多希望 我想台湾的年轻人很有竞争力的 所以全世界都在抢我们的年轻人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问题 包括像香港 中国大陆也是如此 很多高端的学校 现在都在抢台湾学生 给钱 然后给很多资源 而且进入的又是名校 所以台湾的优势 就此就是又越来越消失了 那么不只是大学端 其实连博士班的招生 都遇到了相当的困难 包括了像台大 清大 交大 成大 有一些博士班 像博士班 在当中有54所是挂零的 而公立学校就占了33个 我们来看为什么博士班 在这几年比较美人要念 与其追求学术成就 不如捧着硕士学历找工作 台湾高等教育陷入危机 连顶尖大学也不例外 博士学历高人一等 不代表受到职场青睐 就连台大也不例外 校方统计 四年来台大博士攻读的人数 已20%下滑 校方现在祭出 保障月薪24000块 希望能够留住人才 我们现在其实规划的原则 是希望是一样 所以现在像职生的学生 我们用每个月2400这样来抓 2400是学校给他的 那其实一般我们博士生 都会有指导教授 指导教授一般来讲 可以再抓到说一两万左右 所以平均他应该是 可以到四万 希望说用四万这样来照顾他 不光台大 以教育部的资料来看 99学年台湾的博士就读人数 还有34178人 不到五年时间 人数调到30549人 因为流浪教师的传闻石油耳闻 再者博士学历 能够争取到的薪资 加薪幅度也不高 想教书更难了 而现在高等教育 还得面临全球化的竞争 以台大财经系 助理教授的年薪 跟国外相较来看 台大一年97万 相当于一个月 七万一到七万二 大陆一年425万 是我们的4.4倍 香港一年630万 是我们的6.5倍 美国一年850万 是我们的8.8倍 台湾博士跟外国的博士 教学薪资真的差很多 如果你够优秀到国外攻读博士 免学费还有奖学金 补贴生活费 你在当地学会免掉之后 你的生活费大概要多少钱才够 用这样来估算 所以像如果你在加州 或者波士顿比较贵的地方 他生活会贵他就会给你 所以其实国外的奖学金 有些会一年差不多到5万美金的都有 你也不能靠薪资去吸引别人 因为薪资比不上别的国家 人家的规模跟我们的规模差那么大 所以我们小国家唯一的策略 就是好好培养自己人 好好培养大量的 这个所谓的高技术的人才 优秀人才对就读博士却步 校方努力争取奖学金流财 但大环境不改变 让人才对于职埃有期待 才是根本之道 在现在除了大学之外 博士班也挂零 校在当中54个所是挂零 招不到人的 公立学校占了一半以上 賴校长像你看到的状况 博士班为什么越来越 没有人少去念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 我们现在少子化的危机 教子已经少了 因为我想如果想读博士的人 主要是想教授 要不然做研究 教子的缺越来越少 然后很多人 你现在已经拿到博士了 他也碰到瓶颈 找不到工作 所以现在流浪的什么 教授一堆 所以这是一个大楼危机 要不然应该是说 像国外来讲 你有很多研究的缺 可是台湾的产业 又不喜欢做研究 所以他现在碰到双重的困境 虽然 下一步现在推我们所谓的产学博士 可是 直接跟产业界结合 对 可是招的情况也很不好 所以代表说 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博士班当中 台大有四个是没有招到任何学生的 包括我们以前总统念的农金系 还有戏剧系 另外生命科学系 听此来好像这也是现在这几年 不断发展的科系当中 另外还有海洋科技所等等 为什么这些是招不到学生的呢 刚刚这四个博士班 其实看起来有两三个 对于未来 还真有一个原请在那个地方 那么为什么学生不选呢 所以刚刚除了赖校长讲 因为我们今天在台湾的高等教育 进入博士班 多半是要进入学术界 而学术界里头又通常会投入学校 但只要想想看 在过去民工85到95年的扩张期 这个扩张已经被填满了 而到今天开始紧出的时候 原本被填满的 现在大概是40来岁这批人 他已经有危机了 因为他学生少了 然后他的学生又如何能够 再进入他这个市场 这本身就已经进不去了 已经过剩了 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看出 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发生了 所以进入博士班 又不是一年两年可以出的来 又要时间比较久 但另外一条路 除了学术界之外 应该是产业界 但产业界好像它没办法等那么久 产业的发展每一年 我们常常讲日新月异 一个硕士班 说不定还配合得了 一个博士班 一个产业界 要投入那么长的时间点 而且台湾这部分 台湾的产业的结构 是不是会把它的重心 放在这个长远的 研究人才的这样的投入 这个也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 但除了大环境之外 这也被质疑说 台大自己本身的光环 会不会有点褪色呢 台大的光环 它的褪色是国际上面的褪色 了解 所以这个代表是国家 一个发展的能力 代表国家对于青年的栽培 未来的前景在哪里 台大是具有指标性的 我想这一点才影响会可能大一点 OK 广告之后我们就来看 那么在比较后段的 这些私立学校 他们现在求生存 出现一些怪招了 稍后回来 在台湾有高教的灭顶危机 这个顶还包括顶尖大学的意思 那么台湾从过去 大学很少 大约29所 20年之内 扩增到了最多的时候 160多所 变成了全世界大学密度最高的地方 那么大学生从20几万 变成破百万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少子化 18年间又知道了 因此学校不断的扩张 刚学教授形容 变成了白目扩张了 造成现在的问题 必须要来收拾 而现在呢 包括像教育部长吴思华 他说未来半年 会有学校必须要转型或退场 高教兵缘期 甚至有专家说三成以上的大专院校 恐怕是要退场的 而且呢 这样加起来大约50所左右 主要都是以私校为主 薛教授 你觉得这时间点 大概哪几年 接下来的哪几年 会快速的淘汰掉一些学校 我们现在目前的大学级以上的学生数 大概是134万左右 对 我们10年 我们讲10年 就2025年了 大概会少掉将近50万 大概40几万的学生 就是按照我们让升学率 我们通常讲就是出生人口数 有七成的人进入大学 而且光这一点 台湾还是世界最高的 对 用这样子来算的话 我们大概会少掉40几万的学生 少掉三分之一 就刚刚您讲 可能有三分之一的学校 因此有危机 所以它当然是从后面 因为在台湾大学就是有排名 就是那么现实 从后面会慢慢的影响一直上来 那么 所以当然要谈转型 所以转型是一条路 但转型在这个时间点已经变得很迫切了 因为先转型的人 先走出它的特色 当有三 一所两所这样走的话 它是要特色 当有20所这样子做的话 就不叫特色了 对 又变成了一窝蜂了 对 就像刚刚讲的观光 什么产品就出来了 所以一定要抢着前面先坐 所以你这个特色 能够成立教育部就要来支持它 让它走下去 其他的来不及了 那没办法了 在我们现场就有特色的第一所 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例子 原本是新国管理学院 现在改名为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上海校长 你刚去接的时候 学校的情况还有注册率怎么样 这个学校其实新国管理学院过去 只要有报导到少子化 有学校倒闭 第一个就是cue它的 点名你们 就是cue它的画面 那你接的时候 看到学生的状况怎么样 老师在跟学生谈的时候 学生的反应 或者学生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吗 那个时候 好像我们讲说炼狱 炼狱的观念就是 一般的私生关系 中国人讲什么天地君亲师 那时候我就没有感受到 有什么天地君亲师 那老师跟你讲话 他就把手机拿出来 放在桌上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 录音吗 录音啊 当你可以办学校 你是老师 你是校长 但学校倒了 你就是诈骗集团 那跟诈骗集团再相处互动 当然要录音自保 那学生 请校长来跟大家讲讲法 我们说未来 有好的企业集团 愿意来帮忙这个学校转期 那老师可以留下来 转任行政主管 那同学我们会继续辅导到毕业 他是这样子 对着你录啊 有二十几个人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 我们也算是中粮之后 在学校也上班很久了 其实真的是一种 感受很不好 不会啦 其实我也可以体会到同学的不舒服 跟他们的那个惶恐 所以我想这个 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会看到的一些现象 所以当时跟学生沟通 遇到了很多困难 学生不相信的 学生认为说你是骗人的 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 那我们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老师 工作机会 我说你们留下来 那做行政主管 那我们可以有一样的薪资 没有人愿意留下来 他们宁愿拿钱走人 所以我想 信心是最重要的 当一个人对未来 没有希望跟信心的时候 其实我们谈什么理性的观念 大概都没有用 好 校长点出了现在 不只是当时的新国管理学院士 现在很多私立学校 面临到或者接下来 会面临到的问题 因此私校就出现了 所谓教育怪现象 包括买人头 送红包 还有保证毕业等等 亚竹妮在采访过程当中 看过这种 对 其实高教工会之前 就有公布一个 私立学校的吴老师 他有来投书 他就说他已经受不了了 就是校长就是逼他们 每一个老师都要去招生 一个礼拜 其实就要找一个学生 那如果没有达标的话 校长就会找你来说话 来谈话 那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进入高职 或是高中去 去拉学生进来 所以就是必须要 免费帮他们教学 或者是还要帮新生提行李 这些情况都会出现 所以让很多老师 其实都苦不堪言 你刚刚就特别提到了 招生是由教授来负责 教授变成了像业务员一样 而且变成跟他们年终的 直接影响 对 因为就是他们 老师们都会有教师评鉴 所以等于是招生就绑着评鉴 如果你招生成绩不好的话 你的评鉴成绩就会不好 所以就会影响到 你自己的工作饭碗 所以老师们现在很多都无法再做研究 或者是忙着教学 很多都是每天就是忙着这些招生 就忙不完了 而且最后这一点 帮学生提行李 薛教授 你当教授这么久 如果要你为了五斗米做这种事 你愿意吗 看那个行李有多重 我想最沉重还是心理 心理 心理最沉重 不过我们应该这么说 其实在即便是国外的顶鉴大学 校长本身也会担负两个责任 招生跟募款 所以前面两个其实还不是 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最后这个当然是有点夸张 就是老师要帮学生提行李来讨好 最主要是那个讨好的心态 不过我这边我是觉得说 刚刚我们那个市校长 他们在经营这个中心金融管理学院 我觉得他可以带给台湾 在这个危机的时候 也一个另类的思考 而且四年之后 恐怕有更多的大学急需要 急需要这些企业界来协助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也大家恐怕也要一起来协助 让这样的一条路 能够把它开拓出来 我觉得蛮有指标性的 广告之后我们就来看 那么到底当时新国管理学院 如何获得了中性方面的支持 还有现在学校在办学上 有什么跟其他学校 不一样的地方 稍微回来 少子化现在让大专院校 不得不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向了 变成精致化还有特色化 各时尚消费品牌与通路 大老板或高阶主管 走红毯宛如大明星 远楼集团零售事业部执行长李靖芳 Prada台湾总经理施力联 Vog台湾副总编辑李靖文 法兰茨品牌总监陈玉英 接替总裁陈立恒出席 另外还有SOGO董事长黄晴文 一席人齐聚 为的就是要准备担任 师大国际时尚高阶管理硕士在职专班 自以顾问 大老板高阶主管们彼此交换意见 因为未来将以授课老师身份 与学生分享实务产业面箱 百货时尚业非常严重的 一个人才荒的问题 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而且是台湾产业界极需要的 其实对于台湾的就业 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我们也希望是借由我们过去 在国际上面看到的经历 能够做这上面的分享 让它上面可以有所学习 免笔试的概念 我们就是透过这个面谈 透过书面资料审查的方式 来让他们入学 那另外就是我们是以 全球的前十强的学校 作为我们仿效 效法 推动这个学习的一个对象 特色专班不再只以笔试 或学历为考量 更重要的是 让学生与实务或国际接轨 更能加强对学习的兴趣 如果都一直死看出 或是背知识 真的是很无聊 而且其实背了又忘了 无论是表演艺术 或者是流行乐方面之类的 相关的快速产业 结合的这种艺术课程 觉得还蛮特别的 学校挖空心思 开辟特色班 也跟近来少者化 脱不了关系 以师大来说 光是硕博士班 本地生 今年就比三年前 少了10到20% 学校也不得不改变策略 因为婴儿出生率逐年下降 入学人数自然少 以大专院校专科人数来看 102年还有113万人 预估到了112年 调到82万人 十年下来 足足少了31.5万名学生 也就是说 大学少了300亿学费收入 因此教育部想出了对策 现有的158所大专院校 预估到112年时 公立学校将大整并8到12校 预估将有一万名教师失业 不是说因为我们少子化 所以想办法再去扩大招生 我们应该要 因为我们少子化 所以我们要培养更专精的人才 然后让我们学生 真的具有国际竞争的能力 教育部预估 明年大一新生来源 将少3万人 足够让30所大学 招不到学生 就有不少学校 明年预估减招20到30% 也难怪各校要力拼转型抢人 否则很有可能在少子化 引发的浪潮中被淘汰 企业如果愿意投入教育的话 就是立一个新的方向了 那在我们现场 这也是企业投入教育的第一个例子 新国管理学院 原本全校录取率 大约只有两成而已 2015年今年的2月份 被要求停止招生 而现在变身为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邓校长 你们这次要多少学生 我们这一次是招150位新生 150位 89月的时候招生 对不对 来了多少人 来了440几位 好 那在当中 成绩可以达到国立大学标准的有多少 我们如果是放弃国立大学的 大概有76位 75 76位 那是拿放弃的单子来的 然后用给他一个到海外去实习的机会 如果是分数可以到的 我相信超过百位 百位 而且你刚刚提到台大有几个人没有去注册 就是跑到你们那边去了 有七个在我们那里 有七个在我们那里 就在你们那里 对对对 好 那么顾重量他也特别提到了 未来中信CEO就是要从这所学校毕业而来的 那么请教校长 大家会很好奇 当时你接手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烫手山芋 怎么会想到要跟中信这一方面求援当中的过程 这个要讲一个老故事 因为我是陆港人 陆港姓师的人很多 我的父亲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小时候他告诉我 他说那个孤家 在陆港地区常常在照顾人家 我父亲是台中一中毕业的 他常考我说台中一中是谁出前办的 我们哪知道是谁出前办 我小时候带我去看 门口就立一个碑 当年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入高中 所以地方的士绅林献堂 他就号召大家来开这个台中一中 开完了以后就送给日本政府招生 出前出最多就是姓孤等 所以那个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大概有这个印象 就埋在心里 有这个印象 后来这个学校其实有很大的困难 我们希望说能够找到一个出入 我们那时候就写了一个信给孤董事长 因为他是我们慈善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时候一直在谈要做公益 我就是跟他写了一个信 我说人家大陆的人都讲说 台湾有三中一清的问题 那中南部的小孩没有学校念 那中低收入这都不能解决 中小企业的困境 我们觉得困难的核心点是在教育 因为台湾的家长 其实有一些很特殊的现象 我不讲叫三宋现象 现在12年国教的三宋现象 就是政府讲的教育政策 他一律不相信 那家长的心态是两极化 一种就是赶快想办法投入更多资源 一种就想说去念职校 毕业保证有个工作 那另外三宋就是有一点钱的送出国 那普通的这种是送私校 那还好的就送补习班 所以台湾的教育 如果这样长久下去 就没有希望 所以我们一直谈到说 要人生翻转 要翻转社会 因为偏乡的小孩 或是有志的小孩 我相信如果有人愿意给他机会 给他希望 那翻转他的人生 也进一步翻转社会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 20年30年的一个想法 对 你们进行一个大的改造工程 是 那如果就学校来讲 你当时接手之后 然后跟中信沟通过了 他们也愿意了 那学校方面 其实包括在硬体上面 还有课程的设计上 也做了相当多的改变 对 硬体 因为我怕我讲不清楚 我就带一个图片来 这看起来就是银行的样子 像是我们学校大厅进去以后 往右看就是这个柜台 它并不是银行的柜台 我们就跟学生讲 你进来我们学校的第一天 你就不是典型的学生 你已经步入社会了 你要开始面对很多压力 要靠自己努力 在学校里面努力的学习 以后当然学校会保障就业 我们就像以前的师范体系一样 保障就业 保障就业 保障在中信集团里面就业 我们有讲保证 为什么 因为你不达标 我就没办法保证你 你如果达标 我们都跟他明定了 你应该英文分数多亿 二年级要到几分 毕业要几分 那你证照要几张 然后有几种外国语言 那我们要求 刚刚讲到人数 我们的学生的招生的时候 我要求要住校两年 这在台湾如果讲住校两年 不会有人来报名的 我如果改成不要住校 我相信我可以收到 800张报名表 那我跟学生讲 你要来我们这里 你就不要想说你要去逛夜市 小确幸的不要来 真的想要翻转人生的你再来 这个是我们在讲这个环境教育 其实要做banker也不能住太差 所以我们就帮他 这个宿舍超好的 而且两人房 其实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 房子也不是我盖的 这是人家原本留下来的 但是很多高校 就是对于学生的观念就是 可以用就好了 不要再优质化 我们其实就是做了一些修缮 把它做一些美化 以前他是八个人住这一间 我们想说两个人住就好了 他晚上如果没事 要跟同学交仪 就到交仪厅去 变成一个小而美的学校 不过大家很好奇 当时是一个停止招生的学校 你们如何去找到 这么多人愿意来报名 而且当中有七十几位 达国立大学的标准 甚至你说去找一些公益生 就是一些弱势学生 如何去找的 热情 热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功德 我相信我一年如果可以找到 三十个公益生 我找十年我可以找到三百个 所以是直接跟学校签约 没有我们就是 因为第一年其实我们非常的 非常的紧 因为当初教育部愿意让我们读招 同意我读招的时候已经六月了 对 那别的学校都招完了 那该去台大的人都已经去了 都得到录取通知书了 那我们真的启动到甚至六月份 那招到441张都很难了 何况要找到有公益的学生 所以去年我们就透过中信的体系 很多慈善基金会的帮忙 甚至于分行也帮忙 了解 分行也帮忙 有听到的 或是社会局我们也去拜访 所以今年比较惭愧 我们今年只有收到29位公益生 但是来报名的公益生 大概有将近50位 可是因为我们还是有一个 录取标准的观念 所以我们有找到29位 那这29位里面有一部分 是过去点燃希望之火 那个活动赞助的一些中学生 继续往上升的 那今年我们就改变策略 因为有一年的时间 我们今年就走访台湾 比较公立学校 我们现在已经签了 30几个公立学校 像北一女 台中一中 帐号高中 屏東高中等等 那我们希望学校的校长 跟学校辅导主任 帮我们推荐真正需要帮忙的学生 那我们是有承诺 一年有30%的公益名额 OK 好 公益名额 雅珠 像你去采访的过程当中 到那个学校 包括他的课 还有学校给你的感受 跟其他学校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是说他们 就是引进业界的资源之后 其实办学的方向是很明确 他们就告诉学生说 第一天进来 您就是这个 这个集团当中的成员的一份子 然后他们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也会找他们的 就是一些企业家 到学校去上课 然后毕业之后 也会有出国游学的机会 所以很多学生 实习也是到分行 或海外分行 对 而且很多学生就有说 其实是因为看中 就是这样的就业机会 可以从入学的第一天 然后到毕业之后 都可以有这样子的就业的保证 好 那么两位教授怎么看呢 大家都希望说 如果企业界投入整个教育 当然非常好 你们认为现在愿意的企业有多少 那么应该有很多企业界是在看 在观望 那么中心金走出这条路出来之后 我相信会有人跟进 但是往往 我刚才也特别提到就是说 当如果有一家 两家 三家走 它会有特色 当你有三十家走进去 它就不见得有特色 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有一些 其实不要观望的 你就赶快走 你也会形成第二家 你还是有特色 更多的特色 那么最主要是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现在年轻人 我们的资质 跟全世界同年龄 年轻人比较 其实台湾并不差 尤其是台湾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经过那么长久的熔炉跟锻炼 其实我们的下一代 基本上是不差 加上台湾也那么高的 教育水平 那么号称 那么所以 照理说是不差的 可是台湾最近这些年来 失去了方向 当一个年轻人 他没有方向的时候 他如何会把他的潜力 释放出来去追求 所以中心金 他提供那样的一个特色 虽然不一定每个人喜欢 但没有关系 我只要找到有一些人 他愿意追随这个希望 那么他未来在职业上面 在专长上面 多多少少 经过这些年来 我相信一定会有些斩获 这样的一个趋势 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OK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 不管是公立私立大学 很多的学生 就是因为隔壁邻居都进大学了 所以我也是要进大学 他没有方向感 那么到了大事的时候 可能连就业这两个字 可能不在脑子里面存在 那怎么办呢 继续练就说吧 那年幼时候毕业的时候 还是没有专长怎么办了 会一直往上走 这样的话又会加身少子化 因为结婚的年龄 一直因为教育 不断的往后拉高拉高拉高 所以这就变成恶性循环 所以我常常讲说 现在我们年轻人 至少到目前 我们的姿势是不错的 要给他们方向 好 广告之后来看 那么接下来三位总统候选人 到底对于未来的高教 有什么样的方向呢 还有如果有一些地雷学校 在当中几个指标 哪一些你可以注意 稍后回来 少子化带来了高教海啸 而且这波海啸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 两间学校高峰跟永达退场之后 现在很多人担心了 自己的孩子填志愿的时候 会不会念到所谓的地雷学校 要请教一下赖校长 让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地雷学校 高教的退场指标 到底有哪一些 我觉得这个是教育部 他要退场辅导的指标 未满3000 然后且注册率第6成 或校务评件差 或基线教育职员薪水 可是我觉得家长如果要选学校 就是那个注册报道率就够了 OK 你知道巴拉丁如果低于6成7成以下 大概你就要小心了 如果已经剩下3 4成了 那真的是你要特别特别的谨慎 好 那么以两位教授来看 现在在教育部的这个启动辅导机制 你们认为有什么问题 有哪些盲点 或者可以再加强的地方吗 我是觉得要给出路 我们现在只是 好 他要退场 那退场 下一步是什么 我们知道一定会有很多流浪教师 那学生当然是 他本来就没有学生 所以影响到就是一个校团的处置 闲置空间要怎么做 还有这个教师的去处 那这一部分 其实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台湾就是很奇怪 我常讲一个概念 就是要时空挫制 你知道我们在教师培育的阶段 最高峰是民国九十一二年那个时候 但那个时候就是已经 开始学生能口 数各方面都下滑了 所以台湾有很多地方做的时候 就是很容易受到所谓的民粹 或者是当时 当下的 当下的那个看法 然后就变成未来的政策 这个就是一个时空挫制 那么我们也看到说 这些年来大家看说 这个大学招生不足没有关系 闲着空间我们可以转化为 社福机构 养老 各方面都可以用得着 那其实我在政府部门的时候 早在五六年前 我们就把整个台湾 有闲着空间的各级学校 都已经盘整过 然后也请这些机构来看 结果地点好的是大家抢着要 但地点好的往往是招生还不错 它被少者化的影响会比较晚 不会那么急 那招生不好往往是地点差的 那也是这些机构 也不太想要的地方 所以它还是会被淘汰掉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早 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尤其是我们过去常讲 野际大学 这个台湾像类似这样的学校 已经存在了 因为它已经是市场的问题 还有教学品质也还受到问题 尤其教学品质 我觉得这部分为了竞争 为了竞争 大家提供优因 让它毕业 那教学品质在哪里 这恐怕也是一个未来需要思考的 好 那么在这个必要条件当中 学生未满3000 而且注册率低于6成 那校长怎么看 学生人数跟注册率 就变成了所谓必要条件 这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盲点 或者又是一个总量管制的框架 我觉得学生未满3000 这个会引起质疑 因为学校办得好 学生不一定要多 只是他联系两年 如果低于6成 就代表他有危机 这里面是有点矛盾的 不过刚刚讲 那个退场要关心的 我比较关心的是老师的未来 因为老师有些交了 交了可能1、2、10年 忽然间这个学校要退场 他要再转业很困难 所以下一步有讲说要辅导 要辅导他变成社府机构 可是你知道老师怎么去做 社府的职业 一定有困难 所以老师到最后都要被迫离开 所以我觉得 总统货整理念里面 有提出来说还不是说要成立一个几百亿的基金 那个基金当然够不够还不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老师的权益一定要照顾到 因为学生有人要 老师通常没人要 当然我觉得这个校地土地 是财团最喜欢的 这里面如果你法律要修订没有处理好 我觉得那个社会会非常不认同 所以校地的处理到底它是属于我们讲公共化的 还是你如果要鼓励一下退场 要不要有些机制 让它可以拿回一点 这个是要好好去讨论 好 校长刚刚提到的候选人之一 提到几百亿来处理学校退场的问题 就是蔡英文 她有可能变成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成立专案办公室用50到100亿的基金 来处理大学退场问题 但是它的重点是不轻易退场 主要是依特色或者是其他的专业来转型 市长 薛教授怎么看呢 因为他们三位讲的都是一个原则性的 像宋先生讲的 鼓励企业认长 现在我们就有个县城的例子 转型社会机构我刚才也谈到 并不是那么容易 蔡英文这部分 因为她没有讲下一步是什么 她只说我提供这个钱 然后下一步并没有讲明确 蔡英文常常 她的一个做法 常常就提供一个 比较虚幻的愿景 比较不是那么具体 因为这样的话 她未来有点回旋的空间 那么朱立伦这边 朱立伦比较特色的是 强化遭受境外生 因为这个跟现有 因为现在目前 毕竟是国民党来指证 所以她有一些看法 是跟现在是有点接轨 因为现在也确实 是要在做的事情 那么这一块在当下 这些年来 至少未来这几年 这个还是有用的 因为就算是中国大陆 它现在还是有 起码700万的高销生 还没有地方去 那么还有东南亚的 目前台湾还占到一点时机 是有 但是长远而言 我们不能完全依赖 这个我补充一下 因为招路生 我前几天才写一篇文章 在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招大陆生 尤其那个我们叫本科生 学士班 对 今年2134个名额 结果集中在前面 14个学校 十一大学 你就是说对其他的学校 是没有注意的 对 你要解决 所谓的少子化的问题 对 陆生以眼前来的情况 没有帮助 没有帮助 因为它集中在前面 14所学校 占了54% 所以学校如果没有特色 而且又不能到大陆宣传 要到大陆生 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他们也做选择 他们在做选择 也做选择 然后乔生 现在占我们境外生 大概20% 大概有17000多名 其中马来西亚占最多 5000多名 这里面当然 我们会问说 有没有其他的空间 可以再增加 如果还要再增加的时候 那还要做哪些事 我觉得这个政府 它就是很多事情 可以再好好规划 提出了大方向 但不知道 他们具体要实施的一些细节 有一个指标 高等教育评件网 他们选出了前50名 最适合留学的城市 台北排名第25名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学费比较低龄 所以有人认为 朱立伦他强化招收境外生 或许就是一个解方 但是刚刚看到 就是说要看有多少人 然后能够扩大的有多大 雅筑你在采访过程当中 这三个人他们的政策 你觉得是可以解救 现在高教危机的方法吗 其实大家都会很关注 关于大学退场的问题 像刚刚大家也有说 关于注册率的盲点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 现在注册率比较不好的学校 大部分就是技职 会比一般大学还要更严重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中南部的学校 其实注册率会比较低 所以这两个问题的话 其实大家要特别关注 像是技职 比一般大学还要严重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过去高教 就是教育部的话 在投注资源的时候 本来就是比较会重高教 然后比较在技职方面 是轻技职的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必须要关注 第二个是中南部的学校 本来在交通或是资源上面 就比较少 如果一个学校关闭的话 不只是师生的问题 一个学校其实也是连接到 周边的社区的资源的发展的 区域平衡的问题 所以在退场的 他们这些指标的话 其实不只是要看注册率 是关于在这个学校的一些研究 或是教学上面 或是就业表现上面 其实也是要一并的考虑进去 校长 我觉得三件事情都一定要做 哪三件 这三个候选人讲的 这六行通通都要做 这个事情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容易 但是也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难 比方说在土地的问题 土地 学校的结构 跟公立大学不太一样 学校有所谓的基金会 有一个财团法人的基金会 然后有学校 事实上土地这些资产 是归于基金会的 并不是归于学校 如果以我私人的观点 学校是公益财 学校的牌照是公益财 或许像金融重建基金的观念 像第二个候选人讲的是 专案办公室 这是金融重建基金的观念 他把老师的年资清算掉 然后把该赔的赔清楚 需要扣的从你的校材里面扣 扣除了拨到基金里面 有一个缓冲 那可以解决老师的问题 第一个候选人讲的是 开创学生生源的问题 讲到学费低财吸引人 真的很悲哀 全世界留学生最多的是美国 他的学费是最高的 对 没错 他是最高的 所以我想台湾 不能只有对外国学生好 要对本地的学生更好 尤其是偏向的学生要更好 更去支持他 才有未来 好 那像宋楚瑜他的证件 他是说要鼓励企业任养 也就是你们现在 这个遭受的方式 你自己觉得他这个方式怎么样 教职员的问题没有解决 没有企业赶进来 教职员的问题 教职员转型 辅导跟退场 没有解决 没有企业赶进来 可是你们不就成功了吗 所以要好好的把教职员的问题 处理清楚 让老师有特别法保障 让职员没有 我们就是要把两个 两个族群的人都处理好 才有